康利福有沒有 不過康利福你會發現 這裡的這個地方有一個地方 其實我是覺得可以再改進的 什麼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只要你選取這個範圍 什麼範圍 101年的這個資料 其實有沒有發現 他一定要有這個 哪個工作表 而且前後要單引號 然後還有個驚嘆號 然後範圍的話 一定是哪個範圍到哪個範圍 但是這樣有個缺點 就是說有時候 我發現同學常常這個地方都選錯 可能有時候點多點一下 說少點一下 可能會造成這個公式錯誤 所以啦 如果假設以後如果 遇到就是你的那個範圍 是在另外工作表 的一個很大的範圍的話 那我比較推薦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先把那個 這個範圍 先定義一個名稱 那以後的話 這個範圍 就給他一個名稱就可以了 不需要 像我們剛剛用選的喔 OK 這個定義名稱其實非常好用 那也就是有點像把那個 以色列當一個資料庫來使用 以後 不會還有快速鍵 我就覺得這個方法真的滿好用的 另外有一點就是那個公式也比較不容易打錯啦 我來做一次 如果我假設不要用剛剛那個方法 我要定義名稱之後喔 然後再把那個名稱範圍 放到那個公式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我要 呃 變成 我剛剛那個選取的那個號碼的範圍 那他包含就D2到J D2到J2嘛 那如果要把他整個選起來喔 當然之前我們會用那個滑鼠一直往下啦 不過我是建議喔 你剛才選橫向的 七個號碼之後喔 然後用那個之前交過那個快速鍵 叫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他就幫我整個選到底 就不用說你一直往下拉啦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精確一點 所以Ctrl Shift向下喔 這個快速鍵一定要把它記一下喔 好 先選橫向七個嘛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再來怎麼樣定義名稱喔 請各位看一下啊 在 我們Excel的 這個應該算是左上 左上嘛 就是有點像那個剪貼簿下方 這邊不是有個叫什麼 你郵票放上去 他這個叫名稱方塊 那什麼叫名稱方塊 就是你可以 選一個範圍之後給他一個名稱 名稱呢 不過名稱有個規則 就是你不能用數字開頭 比如說101 不行 這樣101他會跟你講說 不能用那個 這樣有 這個不是有效的名稱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給他一個名稱 我乾脆給他取個叫什麼 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開頭啦 所以叫什麼 開講101好了 這樣應該就合法了 那我先把這個範圍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開講102 所以 Enter 好 那你Enter之後的話 以後 這個範圍 他就叫開講101了 一樣喔 這個102年 我們就是把 D2到J2選起來 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個範圍叫什麼 叫開講102好了 剛剛有開講101嗎 這個開講102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 那回到剛剛的康義符之後 如果假設我不要用之前的那樣的方式 選過去有沒有 然後再驚嘆號 再範圍 那他再加錢的符號 我希望用什麼 剛剛那個名稱來代替的話 很簡單 這個時候請你記得一個快速箱 F3 F3有沒有 在那個鍵盤上上面有一個F3 按下去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剛剛的名稱就會跳出來了 那以後你要存取那個範圍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名稱選起來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 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比較 怎麼說 比較不會錯 而且我這個方法真的還蠻強烈推薦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啦 他只要按F3名稱就出來了 第二個 你不用加錢的符號 因為剛剛不是有個第二 跟什麼追100那個錢 100前面都要加碼 沒加會出錯 但是如果你第一層名稱 剛剛那個問題都可以不用管 好 這樣按確定 你會發現 那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還有一個好處 我是覺得那1020怎麼算 很簡單 你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複製 取消 然後貼到1020之後有沒有 把它貼上 把開獎101改成開獎102 因為他名稱差一個字嘛 所以你只要把它改一下 範圍就改了 向下填滿 你這樣就算完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想知道說到底 這兩年開出來的那個 數 次數最高的是哪個號碼 那比如說把這個加什麼 加這個比較好的 這兩年加在一起 那不是數量看得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兩年到底哪個號碼開出來的 數量最高呢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排名的話呢 當然最後 這個就是它的數量 那如果你要排名的話 那你就可以什麼 在利用統計裡面的那個 叫 rank.eq rank.eq 這個記得喔 在統計類裡面的 叫rnk.eq ok rank.eq 就是幫我們算排名的 那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排名 它的合計的數量給它 第二個參數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什麼 ref指的是全部人 這個是它的成績 那全部人的成績在哪裡 全部人成績就是從第二 一直幫我選到底下 所以一樣 先點第二 Ctrl Shift向下 應該到D43嘛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它幫你算出 哦 32次 在這麼多的號碼裡面 它是排在25名 ok 那按確定之後 當然我們想要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把它算完 不過可能要記得一個動作 就是說呢 你要向下填滿的時候 因為它的 這個 這個整個範圍喔 它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會會把數字加1嘛 所以你假設 如果你沒有鎖住的話 它的這個範圍會跑掉 它的範圍應該是D2到D43 可是因為沒有鎖住 所以它下一個就自動幫你加1了 有沒有 D3變D43變44了 所以記得一樣 請你在D2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D43前面再加一個前的符號 不然的話 你這個範圍跑掉 你統計出來的結果一定是錯的 好 那你可以看出 它馬上幫你算出排名了 不會有一些它 數量一樣 所以它得到的排名 會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名的這個號碼 28 然後 第一名好像好幾個 所以 如果假設我們要算它的數量的話 那 再把它排名 所以 我們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 我先做第一個動作 是把前面的這個範圍先第一名字 記得 第一名稱 先選這個範圍 Ctrl 2向下 記得在 它的左上角有個名稱方塊 你輸入之後按Enter 就OK了 這個名稱 不要做錯 如果做錯之後 可能結果也會出錯 那順便把102也做出來 最後統計一下 所以統計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要按F3 它會跳這個名稱出來 直接把它加上去 試試看好了 那後面的話 就把它合計 兩次相加 然後在Rank.EQ 把它做排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